I believe I miss someone I miss someone 君的感恩 差点的感情 还记得上次咬我那一口吗 我这人有头皮抱 也不能白走 而你 也不能白咬那一口 不要 I believe I miss someone I miss someone 只工预算 你inking 我 你干什么 我干什么 我干什么 我干嘛 되는데 低 Warm 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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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许再吐 喝了 你要是敢吐我手上 你再难受 今晚我又会强了你 喝了 难道昨天我和教主是在一张床睡的觉 好好好 我都听你的 以后我会按时上课的 真不知道电话那段的人是谁 竟然能让他这么听话 好了乔乔 你好好休息 我有事先挂了 好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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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已经没有那么难受了 还真是一条路 咳咳咳 咳咳 咳咳 那我还真是不通了 自药 你真是让我越来越感兴趣了 自药 我们做个交易如何 这 什么交易啊 分班后 我保证让你順利进入一班 但作为条件 你必须陪我到高中结束 不需要你 我也能顺利尽一把 天真 你忘了昨天我和你说过的话了 你有能力尽 我就有能力让你不尽 如果你不相信非要是一事 我就凭你赌一把 不过 你赌得起吗 是啊 不赌不起 你想让我怎么陪你 你想让我怎么陪你 很简单 只要你乖乖听话 不让我生气就好 只要你乖 在我允许的范围里 我可以无限地纵容你 只是一个高三吗 嗯 谁知道要多久呢 如果对他没了兴趣 说不定他明天就会走的 我可以答应你 但是你不理你小学习 还有 你不能碰我 碰你 你是指哪个意思 是不能欠你抱你 还是不能 上你 什么都不可以 不能亲我 不能抱我 跟过犯的事 更不能有 才说要让你听话 你就这么气我 碰都不能碰你 那我要你何用 难不成是你觉得我太孤独 才会找你赔我的吗 可是我们没有任何关系 难道只信任了一场交易 我就要把我自己整个人都卖给你吗 谁说没关系 怎样 你这些变着法的过要身份 你跟着我 自然就是我的人 难不成你还想当他某种地下关系 我可没兴趣讲情妇 教主 你是不是喜欢我 喜欢吗 就算是喜欢吧 不过能喜欢多久 我就不能保证了 你还是不能碰我 只要你答应不碰我 自然你说的 我就答应 不然 不然怎样 怎样 你觉得你有什么触碼 和我太了解 行了 别丧着一张脸 我看着不舒服 我想亲你就亲你 想抱你就抱你 这个你管不了我 你 不过 我可以先不碰你 反正 你对 你嘴怎么了 昨天晚上自拍我家吃饭 不小心摇到的 怎么那么不小心 想吃肉了 妈今天给你做炸鸡 让你吃个够 似乎自从爸爸离开后 他就再也没有轻松过了 自从这件事之后 教主就再也没有出现过 子玲将全部的心思 放在学习上 直到清末考试 他也再也没有预见过它们 妈 你明天别去上班了 说什么傻话呢 我不去上班 拿什么养你 主管已经不耐烦了 如果再请假 这份工作就保不住了 可是你 放心吧 妈没事的 只要你好好休息 考上一个好的大学 妈妈以后就不用那么累了 即使身边世事再毫无都未 与你永远月年再一起 你不放下我 我不放下你 我想看 喂 宋青梅 你还想不想干了 三天两度的请病假 今天还敢旷空 我妈发烧了 现在还没醒过来 又生病了 冰样子一个 怎么就这么虚弱 生病了不能提前说吗 她不来 拿她的工作谁来顶替呀 你妈谁冰样子呀 麻烦你说后放这种东西 我配 老子给了她工作 怎么 还在供着她呀 臭寡妇养的女儿 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都他妈的讲情高 你以为你是什么好东西呀 像你这么没数字的人 和畜生有什么两样 我是畜生 行 我是畜生 告诉你那寡妇妈 她被解雇了 子彦 现在几点了 子彦 我妈的手机有没有想 今天没有请假 直接旷工了 主管又在骂我了 我们不去再骂了 好不好 你不是一直想开一家餐饮店吗 咱们去租一个店铺 我们自己干 咳咳 咳咳 说得轻巧 咱家哪来的闲年租店铺 快点把手机给我 不再洗个假 妈 你不是有留着我上大学的钱吗 你先把这个钱拿出来开店 我相信 你妈妈的手艺 开个店一定能赚钱的 你忘了你爸爸去世前 你承诺过我那些话了吗 你家内的主要心思 是学习 然后努力考量那所学校 其他乱你爸爸的事情 妈都不需要你操心 可是 可是你已经被辞退了 即使身边世事再毫无都尾 与你永远越连在一起 你不放下我 我不放下你 我想确定每天玩着同样的生意 我始终无法释怀你离开的事实 整日以泪洗面 面临崩溃 就在这时 紫英握住了我的手 她说 妈妈 紫英以后会乖乖听话 紫英以后会提爸爸 完成他未完成的路 你振作起来陪着我 好不好 我正在仿佛发现 原来你的离开 不是我一个人的背头 还有紫英呢 是啊 我要振作起来 我要为了你 为了紫英 好好活着 你知道吗 主管想让我做她的情妇 她说 只要我跟了她 以后不必再为钱财答应 我狠狠地拒绝了她 甚至想辞职走人 可是当我冷静下来的时候 我却犹豫了 我可以很潇洒地离开 可是我身后 还有我们的孩子 她还那么小 她还没有上完高中 现在正是急需用钱的时候 原来 人可以为了生活 百般人让 我被自退了 其实想想也知道 像小慈那么乖巧的孩子 怎么可能会 无缘无故地顶撞主管 主管到底说了些什么 通过紫英那双泛红的双眼 我就能想象得到 那一刻 我又愤怒又无助 我恨我自己太过无用 气我自己 竟然要紫英 看到了那么不堪的我 瞧我现在过成什么样 我的痛苦 竟然还要紫英替我分担 这几日 情绪格外低迷 紫英总以为 我在生她的气 怎么可能呢孩子 其实 我在气我自己 我觉得自己 没有脸面对你啊 紫英说 想帮我开家饭店 这是我原本枯燥的内心 又先活了起来 恍惚间 我又想起你还在的时候 那是我的梦 可是随着你的离开 一切都已经破碎 紫英 妈妈已经老了 年轻时候的梦 也要不起了 只希望你们健康长大 平安幸福 我浪费了最好的年华 我丢掉了那个她 无数次梦 到了那个画面 嗨 你好吗 你还记得我 还记得那年烟香 还记得那里吗 还记得那花吗 累得连脚 嗨 你好吗 如果有 妈 我们签四个月好不好 如果不行的话 我们就不干了 好 紫英 清风考试排名成绩出来了 你就不想知道自己有没有进钱大师吗 你知道我的名字 紫英 我怕你知道后果会 会哭 我不会哭 我要知道的结果 嗯 你没有考读前大师 没有见到成绩的 我凭什么相信你 你怎么知道我没有成绩的 想看吗 我明天要去参加一场生日宴 我要你作为我的女爸 跟我一起出息 等你明天来了 我就告诉你真正的结果 你到底说不说 明天我派人去接你 C2 是可以的 考试的时候明明觉得发挥工作室 怎么可能没有进入年纪三十人 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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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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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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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紫阳今天好漂亮 她就是月月 今天就是她的生日 整场宴会 都是为了她而举办 怎样 请问有事吗 其实我很好奇 教主是怎么看上你的 原来是为了教主 既然你这么好奇 那你应该就问他呀 你以为有教主承认你 你就可以一起嚣张吗 我陈雪和她在一起的时候 你还不知道是有什么东西 别在我的生日会上惹事 表姐 教主马上就过来了 小婊子 我们走着瞧 你到底什么时候给我承认的 没意思 此时 她是有些腻了的 有那么一瞬间 她将对她失去了心 你 哭什么 赵主 你说过 你会让我静一般的 你欠我一首 我保留你顺利经义吧 你欠我一首 没想到教主还可以这么温柔 他心心好的时候一向温柔 行了行了快走吧 你什么时候对别人的事情这么感兴趣了 女朋友只给坏都离开了紧张 朋友只给坏心都也不紧张 看不出来的不对 都还都对不对 女朋友我对别人的事情 从来都不感兴趣 我感兴趣的 从来都只有你一个 一般不是从来只着年纪才三十吗 怎么这次多出了好几名 这样又说吗 一看就是从后门进去的呀 喂 从那天起 从那天起教主一句好久没来上课了 不知道他去哪里了 不好奇教主去哪了吗 我不想知道 你好像不喜欢教主 难道没喜欢 我也不太喜欢教主 我只喜欢 我只喜欢牧尘 据子营所知 牧尘是有女朋友的 而且他还特别的化系 总是三天两头的化女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他爷爷和我爷爷 从小就给我们订了娃娃亲 无论他现在喜欢谁 他以后只能是我的 毫不客气的说 他现在喜欢的女生 只不过是玩玩而已 那些女生 怎么能够我 我觉得 他好像并不喜欢你 我终于知道 你为什么会玩教主人吗 小朋友 把你的直信者说明一些 要不然 早晚你会在这儿 吃饭 你怎么在那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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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欺负你就欺负你 你管得到吗 我就欺负了 我不仅今天欺负他 我以后 他会特别打到麻烦 你要是爱管什么事 你以后 就确定听着我呀 阿姆都迷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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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我了吗 你 你怎么来了 我是来吃饭的 不知道吃什么 你来帮我选吧 好看吗 这是乔乔送我的 他希望我能收敛一下身上的义气 做一个温和的人 这是第二次 从他嘴中听到这个名字 诚诚是谁 你是好奇 还是吃醋 如果你说 你是因为吃醋 那我就告诉你他是谁 我只是想告诉你 如果乔乔是你喜欢的人 你就应该好好对他 如果你喜欢他 就应该将自己全部的喜欢都留给他 而不是在喜欢他的时候 还纠缠我 思莹 在美国待着这一个月 我一直很迷茫 哪怕是回国后 我仍然很迷茫 其实我很想问你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这么多年我一直按照自己的心情需要去做事 可有一天一个人告诉我 我的做法是错的 我有按照过他说的方法去生活 可我反而更迷茫了 如果是你 你会怎么做 如果我是真的错了 我会改 如果我没有错 而错的是别人 那我只会按照自己的方式走 按照自己的方式 他并没有意识到他的这番话 会对他以后造出什么影响 更不会知道的 对于一个太过于自我的人 他永远不会认为别人是对的 你说的对 我一直不明白悄悄为什么要送我佛书 我并不信佛 也从不是慈悲之人 虽然我觉得 再让他有些嘲讽 不过他既然送了 那我就带着他 到我去追究他的意思 仍旧去按照我的方式去过 你说好不好 你说什么 你一直在找吧 对 好 救命 谁啊 你是受苦的吗 怎么恋爱 我还没开始成你了 你就给我手上上起来 不是说好在我学生说 不可以打我的吗 你现在又在干什么 这是你干方愿意的 我可没同 可是你 可是你干方愿意的心愿 别和我贴到今天 想想都让我过大 老子长那么大 从来都不是想干嘛就干嘛 还没有人敢为你 我那几天真是中文邪气的聪明的话 会遇过我 从今天开始 只有你说是我的课 听懂吗 听不懂 听不懂 就是照顾我 不是听懂吗 我现在就把你放到家里 那周围给我看看 你到底是谁的事 对啊 你不能让你给我 那你给我听不懂吗 我听不懂 我听不懂 这才乖嘛 只要你听话 只要我都心里 什么都会对你 再人了 我这样话都会有 做什么 没什么 没什么 只是一本笔记而已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每次我心情不好的时候 坐在你身边 情绪总会提醒很多 没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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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看你啊 你不担心 你我跟你说 你不再在你身边 尤其是谁 你不再忍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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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再忍担